台積電出版張中萌在昨天出席了工商協進會會員大會演講 他也質疑重新定義的全球化還能算是全球化嗎 同時也批評美國這種措施都是反全球化 詳細內容把時間交給千涵 好 我們就來重溫一下 在去年的12月張中萌當時出席了 美國台積電亞利桑那州廠所辦的遺跡典禮 那個時候他就講全球化已死 這個是繼他上次講全球化已死之後 昨天再次詮釋了全球化 那張中萌說現在的全球化 全世界都把它重新定義了 也就是把它定義成在不傷害國家安全 不傷害本國的科技經濟領先的條件之下 允許本國的企業到外國的 到外國來去牟利 也允許外國的企業跟服務業進到本國裡面來經營 但是他就訪問台下的一些 樂聽者他們就說這樣的話 這樣的演變 他問大家還能算是全球化嗎 因為以前的全球化是各國不顧國界 追求的是什麼呢 追求的是商業的利潤 還有承擔商業的風險 而這也就是我的國家 假設有便宜的勞工適合做代工 那你的國家有專業的製造業體系的話 你就負責製造這樣的優勢分工合作 過去是如此 但是張中萌他說現在卻變成了國家安全科技 還有經濟領先 這樣的一個重要性是凌駕在全球化之上的 而且他也認為中美關係已經定調為競爭 高於合作 這個是張中萌的說法 而其實張中萌在演講上面也說 美國種種的措施來看的話 目前都是在反對全球化的 特別他再度點出了去年12月遺跡典禮上面 拜登說美國製造回來了 工會也跟著回來 張中萌就在昨天的演講跟大家分享 他聽到這一席話的感覺 還有看法帶您來看 張中萌也有點到全球化有帶來優點就是呢 讓上億人都有飯吃 而且工作以及能力的環境 賺的錢就越來越多了 他認為這個是優點 可是也同時帶來的缺點是什麼呢 假設一家公司 他原本的規模是40個人有一位CEO 但是在全球化的環境之下 這個公司可以擴張到400個員工的規模 但是CEO仍然只有一位 而且這個薪水是比一般的員工多出了上百倍之上 他認為全球化還是有優缺點的 不過我們再度來看的是 大陸宣布8月1號開始針對家還有者 這類的稀土物資要實施出口管制了 也就是說未來廠商要出口的話 都必須要經過大陸的商務部來審查 被認為這是反制美國AI晶片禁令的其中一招 而中國大陸目前我們來幫大家統計 他是全球最大的稀土生產國 包含像是家包含像是者 占全球的產量分別是高達了90% 以及68% 如果我們就2022年的數據來看的話 其實進口中國家最多的是日本 德國還有荷蘭 那主要進口者的話 同樣有日本法國德國還有美國這四個國家 所以專家就擔心了 大陸封鎖美光之後 現在看起來中國大陸再度擴大了管制 這些稀土物資的出口 假設中美關係的緊張沒有改變的話 預計中國大陸還會實施更多的稀土的出口管制 那即便這些原料 其實他是一個初級的原料 也就是說還是要透過之後的一些加工 之後的一些晶鏈等等 包含像是原料如果出口到美國 出口到日本的話 都要經過晶鏈之後 才可以使用在半導體一些設備上面 那台灣的廠商才會來進口這些已經經驗過的 所以呢現在要觀察的是 中國大陸他對於這些稀土的物資出口量很大 生產量也很大 那假設未來是長期管制的話 會不會影響到價格的波動 或者是在供應鏈上面出現瓶頸的問題 那包含像是中國的國際礦業協會的主席 他就直言了 如果在中短期的時間內想要看到 取代中國大陸稀土這麼大的一個產量 他認為如果有這樣的想法的人 應該都是在幻想 以上就是這節的財經資訊